关心天气了 今天封面上东远离 所以后方比较干的冷空气会难下 那么清晨到上午各地也会有一些降雨 倒是周五过后就会逐渐转干 剩下的是东部还有大台北地区 可能还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雨 其他地方都会转为是多云到新的天气状况了 而至于在温度方面 今天清晨各地低温大约是17到20度 白天北台湾的高温大概也就是在20度上下 所以整天来说还是偏凉的 至于在东部是23度24度左右 中南部地区甚至可以来到27度 倒是今天入夜之后到明天清晨 这段时间会变得比较冷一点 中部以北跟东北部的地区气温 大概就只有15 16度 沿海空旷地区或近山区的平地 气温可能会稍微再更低一些 南部跟花冬是18 19度 就提醒您如果今天平安夜 明天的圣诞节想要出去过节的话 务必要做好保暖工作